在2018年的时候 才这两年 对 但它其实这个杀骗手法 基本上已经在2018之前 就杀骗四年了 但是重点是没有人 有办法去把它揭发出来 那这个集团呢 好死不死骗到我们家 因为我爸就是有 我爸就是蛮多 蛮多其他的房子 就是那种在外面卖 但是我爸的房子 基本上它都是没有贷款的 他们都是专门找 没有贷款的房子去下手 他们就是先来看你的房子 因为我爸爸就是觉得 他有很多买卖的经验 他不想请仲介啦 所以他就自己卖 自己po网卖 po网卖之后就来了一组客人 那一组客人就 我们那个房子是很新的 在大同区 全新的房子 他一来说 你这房子我很喜欢啊 很好看 我会有诚意要跟你购买 那也故意杀价啦 然后呢 那当然他就是拿出 拿出两百万说 我来 我就是有这个新要跟你买 蛮有诚意的 对 一次用先拿出两百万来 说这两百万 就是献给你的定金 那我爸爸那时候就 好啦 这样的话 那就你一口价啦 对对啦 那我爸爸就说 那来代书来签一签 他们自己就请了自己的代书 然后他就跟我爸爸说 哎呦 就代书就是 不用啊 就赶快签一签就好了 不用搞那么复杂 然后跟我爸爸拿那个 这个什么权状跟硬件嘛 然后我爸爸觉得 哎呦不行啦 还是要自己找一个代书来 会比较安全一点 所以爸爸找了自己的代书来 然后两个代书 然后同时在那边签下合约 然后当下我爸爸有签了 那个叫做旅约 旅约专案 还旅约保障的东西 那那个财源集团 当时就在洗我爸说 不要签这个 那我爸说没有 哎呦 这个旅约专案签的话 也安全嘛 反正缴那个钱 不差那条钱了啦 我爸爸缴 所以呢 签完那条之后呢 我后面就各自回家了 然后呢 定金也 隔天也就会来了 所以呢 我爸就当然觉得说 这是真心要买的房子 真心要卖了 很开心要卖了 要卖了 结果呢 过不到几天 大概一个礼拜之内吧 有一天在银行打电话来给我爸 说 有人 有人现在在过户你们的房子 那房子现在立刻在被过户当中 他跟我爸说要小心一点 要去查看 我爸马上骑一个脚踏车 直接去变更硬件 硬件先变更 变更之后呢 好 再去问那个 那个财源集团说 为什么你们给我偷过户房子 对 然后后来才发现上网去找 很多这个资料 然后那当下 当上那些银行 给我们这个消息的时候 银行就有传了一个 他们过去发生 这些案件的新闻给我们看 他们这个集团是怎么样 他就是先找那些 没有贷款的房子 人家出售 他先给你一笔定金之后呢 把你的房子 当下你交出硬件呢 跟那个权装之后呢 过这几天时间里面 偷偷把你的房子过户 过户之后呢 去跟他地下贷钱装贷款 或是银行贷款 二三胎贷下来 比如说他这个房子两千万 他给你带到六千万 你钱拿走了 房子再偷偷货给你啦 你去背啦 你去背债 然后你这个屋主不知道啊 你当下被人家怎么 怎么货户走的 你都不晓得 你还在家里面睡大头觉了 你没有签那个 那个旅约专案的话 你家里还在睡觉了 你过几天你就死路一条啦 你可能 他们不只 我们家可能还是最小案 他先给你一个小 两百万好像觉得很有诚意 后面来一个大的 重点是我们家还是最小条的 已经推到我们家了 前面已经有四十几组被害人了 这么多喔 对 他们已经骗到上亿了 那之前这个新闻上 我爸爸之前的前几年 我去看到一个 爆出来啊 那个 哇 报纸那么大一张啊 他那么小一个头啊 在旁边 一个阿公啊在那边哭耶 这辈子的积蓄 这辈子的房产 一夜之间全部没有 还要背债 再背债的话 你这个房子 去跟法院要申请什么 就像你送上去 也有那个要那个钱嘛 要那个审判的钱嘛 必须 你要跟法院说 我这个房子 现在被别人诈骗怎样了 你那要等着慢慢 慢慢长益慢慢省 而且人家不会理你啦 你还要缴一个 这个裁判金去 或者那些老人非常的可怜 所以四十几组 那时候我爸爸就说 好啦 被我抓到 当然我爸爸印件证明变更 我们没有被骗到 但是当下如果没有被 变更那个印件 没有人来那个履约专案 通知我爸爸的话 会不会往来带 你爸说可能银行关系 还不错被通知 对 但是因为我签履约专案 所以当下那时候 我就拍了一个影片 去骂这个照片集团 骂照 然后我又找了 很多娱乐的那个 娱乐的记者来啊 我爸说 哇 他这个已经准备好了 已经在我们家公司 请了员工写好了 怎么像我们录节目的时候 写好那个大字版啊 那时候写好照片 拿几个犯人的照片 记者会很丰富啊 拿着一根棒子在那边讲讲讲 就来了什么娱乐记者 我爸还说 哎呀 这怎么没有社会的啊 怎么没有社会的啊 我说 为什么这没有社会娱乐的啊 你这个爆出来就有社会的来啦 那刚好我爸爸又是 丹安分局警委会的委员 所以当下呢 他就去请了立委 直接在当时在2018年的时候 直接在立法院委员 直接对柯文哲说 这件事情是不是很奇怪 怎么可以拿到房 怎么可以 还没交屋都还没有 怎么可以在三天之内 在这件事务所里面 可以过户呢 这是里面有内鬼是不是啊 那柯文哲也说 速度惊人啊 对啊 所以那市长也说 OK 这件事情一个礼拜 马上去查办 一个礼拜之内 全部通通都要 通通都要 通通都要给个交代 所以当下 我就看到那些新闻啊 全部警察直接冲到他们那个 詹明警团的那个屋子里面 全部把他全部扫当 电脑搬走 送到那边搬走 然后呢 那个主贤啊 其实叫陈国帅 他直接被抓走 抓走之后呢 才不续续查到他下面的很多房产啊 一个房子 一个女人 等于说我金屋长交 他们讲了很多 自己的小老婆在里面 等于说他自己这个房子 养一个小老婆 那个房子养一个小老婆 那个主贤啊 总会养四个小老婆 对 然后呢 就是拿你们这些人的钱 去买 开好车 去吃好料 然后呢 去做好房 然后他们下面的每个员工 像那个假的袋叔啊 也一样啊 出来的时候拿个口罩 这样呜着啦 说什么 我说什么要告我跟我爸 说我跟我爸爸恐吓他们啊 然后还说我这张嘴巴啊 说我说我那个 污蔑他们啦 说我骂他 因为我那时候这件事发生的时候 我自己录了影片 我骂了他们很多不好听的话 但是 但是法律师他们好去告我 具具属实啊 对啊 他跑去告我 说我跟我爸爸毁谤啦 然后说我 还告你们诽谤 对啊 说我伤害他的名誉啦 好意思耶 对 然后后来那个法院就说 他们伤天害理 对啊 反正就说我只是撑出事实而已啊 所以我连庭都没有开 就不起诉我 但是这个案件呢 我想说的事情是 如果没有我们家 他没有骗到我们家 他现在还在骗 还会很多人在做 而且你这个风格很好耶 对 而且我虽然说我对买卖房屋不懂 但是我因为这件事情 我懂了你买卖房屋 你一定要签履约 这个履约这东西 你不要省那一条小钱 刚才强强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 没有房贷 这是一个重点 对也就是说为什么诈骗集团 会知道你们家这个房子 是没有房贷 对 那很有可能是内申通外贵 又是银行讲的 对对对 那再来没有房贷的房子呢 其实他就变成是说 不需要透过银行端 也就是说我跟你买房子的时候呢 如果假设你还有个银行欠款 那我可能要去跟银行做清偿这个动作 但是因为这个没有房贷 所以我们讲好 去地震宿所办理就好了 那去办理的时候 如果假设我拿到你的腾本 拿到你的硬件证明 我就可以代替你去办 对对 那办货户之后呢 我再拿你的房子去设定抵押 就可以借钱出来 然后我再货户回去给你 再换回来 然后人就消失 再寻人过完户我的之后 你 我怎么有债 我这个房子没贷款的 人全部不见了 然后再来第二点就是 刚才能有提到说 履约保证机制这个真的很重要 那履约保证机制呢 它其实就是确保买卖双方 也就是确保买方 他有把钱汇到这个账户里面 这个是银行所控管的账户 那也确保卖方 未来会把房子顺利的交屋给买方 也就是说当买方汇款进来 到可能几成之后呢 卖方才会去做向后续的动作 最近还有个犯罪手法也很奇怪 房东要租房租 租一租房子不见了 假设我今天是房客 要跟秦怡姐这边租房子 那您可能户籍还在这 但是你没有住这 那我跟你租这个房子之后呢 我住进去 那我就去伪造您的签名或是印章 然后去开一个本票 说邱静怡欠我一千万 假设 然后我就去向法院申请本票裁定 那法院申请本票裁定的时候裁定 它只是书面刑事审理 那审理之后看起来这本票 看起来跟真的一样的时候呢 基本上它就会寄 那个本票裁定到户籍地址 也就是到 跟我讲啊 有人在伪造文书啊 他不会跟你讲 他会寄到户籍地址 对 那寄到户籍地址 那上面法院的本票裁定 如果你认为这个是诈骗的 比如说这个是被稳造的本票 你可以在20日内提 确认本票债权不存在 一一支数等等之类的 但是呢你一定不会收到这个通知 因为我帮你收了 你住在我的房子 我住在你家 我帮你收了 那收下来之后呢 20日后你没有提 那这个本票裁定就确定了 确定之后我就会拿这个 确定证明书去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的时候 你也不会收到 目前你不会收到通知 也就是说已经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我带了书记官来这个地方 说要执行的时候就是贴封条 那到时候你还是不会知道 因为你不住这 对 然后等到真的要法拍之后呢 你或许到那时候才会知道 天啊 就租房子给一个人 然后房子包整个都搬走了 最近的新闻就这样 那怎么防范 我都没有收到通知 我怎么办 记得常回家收信 哈哈哈哈哈哈 还有一个bug 是不是不要租户籍地给人家 对 这个是最 最麻烦的 因为通常法院或是地检署 要寄通知 他一定会是寄到你的户籍地 他不会知道你的限租地在哪 限居地在哪 所以如果说可能是你人在国外或什么的 没有藏回去收信 20天之后 对 建议你还是把户籍 户籍到你住的地方 对 牵到你现在的地方 对